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Action 知道自己要什麼 而且勇敢去追 自己做什麼事情都沒有勇氣跨出那一步 在演員方面我最欽佩的是美麗石翠樸 太過於慢熟 而且比較封閉自己 愛八卦碎嘴 我有最愛我的家人跟我的爺爺 這有很急嗎?限時間嗎? 可以變成一隻馬 很爛嗎? 對於我自己的頭很不滿 因為很大 這嗎?還好嗎?屁啦 搬出家裡面 然後沒有時間好好的陪我外公 我外公 跟我全部的阿姨 我全部的表弟妹 我全部的家人 一起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希望我自己非常會畫畫 而且非常懂樂器 滿足快樂 很努力的一步一步的 朝自己想要的地方買進 我希望可以讓我 高中的生活重現 愛 摔倒 眼圓 愛哭 記憶茶 香味 肥皂的香味 笑容 愛笑的眼睛 有意氣 兩肋插刀 欸 是不是要先結婚還是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就我覺得小孩這事情是緣分 五年之內吧 對啊 火葬後灑上大海 或灑上天空 或叫我媽吃掉 但我媽那時候可能已經不在了吧 我先吃她的 我再叫我小孩吃我的 充滿正面能量正向思考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要挑戰15秒變換一個髮型 我的工具只有這一個 剩皮筋 你開始 當你心情不好 想要羨奮 想要罵人生氣的時候 好可愛 耶 哈囉 我現在人在巴黎鐵塔的正前方 然後我們今天的工作是拍攝封面 然後 然後今天一整天都感覺非常夢幻的感覺 因為在一個就是你知道我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拍吉卡 然後我眼睛看著那個巴黎鐵塔的時候 都覺得好不真實 就是天啊我現在終於在巴黎了 而且就在我心裡面就是一直很想要看到的巴黎鐵塔面前 所以一整天對我來講就像是你知道在童話故事裡面的感受 這次的拍攝我覺得算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不只是我覺得可以穿得到就是真的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跟一個動作非常迅速的攝影師合作 對我來講我覺得他們還是很在工作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因為我總是覺得說我法國人這樣就是啊bonjour就是很你知道很鬆 可是他們其實在工作的時候是很有態度的 然後他們會很清楚告訴他們說他們想要什麼的 這樣就能看到你們的功誤 所以大家都要充滿了 順勞 做我們就把遊戲 還有你 Thank you Gi9 largely Gi9 妳就有點像機甲手 然後 今天穿了幾套衣服下來 我覺得他們其實很喜歡那種 很自在很自然 慵懶的那種 眼神表達 所以 我想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法式風情吧 像我覺得我 在跟大家聊天講話的時候 尤其是就像我剛剛講 對陌生人 我其實還是太慢了 我其實有時候是需要很快速的 你知道一直鞭策自己 要趕快進入那個狀況裡面 這個我覺得是我目前 還需要再更加把勁的地方 然後 對啊 還要讓自己放鬆一點吧 我現在在這家店呢 裡面有我非常非常喜歡吃的優格冰淇淋 這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優格冰淇淋 就簡簡單單就非常好吃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的甜點都做得非常的精緻 女生啊就三五蠔油 如果你想要吃很多種團式 然後可是又怕吃不完 來這邊就對了 現在來到這家店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有的時候呢我睡起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會慢慢的走路 然後散步走到這家店 這裡面呢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他們的手工麵包非常的好吃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定情的換他們 塗在麵包上面的抹醬 牛肝菌燉飯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牛肝菌的味道非常的濃厚 然後呢帶一點點起司跟奶油 而且吃起來不會很膩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女生 如果想要跟自己的朋友下午茶 或者是一個人的brunch 非常好的地方 我在餐廳有一個迷思 就是我非常喜歡有落地窗的餐廳 坐在室內感覺跟外界是沒有隔閒的 就是一眼望出去就是很開闊的 讓你心情可以很放鬆 這一杯呢其實不要以為它是咖啡 它是很特別的熱紅酒 它不只是熱紅酒 其實它這裡面是有一點甜味的 因為它有烤水果 然後有柳橙 然後還有丁香 我覺得是非常好入喉的一個酒精飲料 喜歡這家店的原因呢 是它其實把這家店的裝潢 設計得很像圖書館 所以你進來之後好像回到了學生時代 然後要到圖書館念書 我很喜歡他們這裡的甜點 尤其是這個 這個呢其實我想吃很久了 但是之前已經沒有吃到 但是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讓我實現願望 就是有很多果仁 其實不是人家說果仁 對心血管疾病非常的好 然後重點是 它的那個上面淋的那個焦糖非常的香 如果有空的話呢 你也可以來試試喔 其實我覺得我是屬於那種比較碎碎念型的耶 就我會很像你知道魔咒一樣 一直在我朋友耳朵旁邊講說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舒服 有流汗然後那個教室空間很舒服 然後老師很嚴格 他絕對會比你做到 你自己也沒辦法想像的 你竟然能夠做 我說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然後你身材可以保持得很好 又會流汗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曬太陽 因為我自己之前也有就是那種 比較稍微不健康的減肥方法 所以一路這樣子過來 我覺得現在我找到一個更好 更可以取代 你每天要忍受那個飢餓感 但是只要你運動呢 你也可以就是受得很開心 受得很漂亮 重點是心情會很愉悅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事情 我覺得在運動前跟運動後 吃進去的第一口食物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的話 在運動過後 我是絕對不會吃炸的 因為我覺得你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沉代謝 跟你整個毛孔身體的狀態 已經都是開放的狀態之下了 你如果在吃炸的 等於是吃進去的東西 跟你的身體在做抵抗 他們兩個會互相打架 所以我在運動完之後 我通常都會 還是吃一些蔬菜 水果 湯類 我覺得湯類很好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喝湯 那湯其實喝下去有飽足感 那有一些那種燉湯 其實對女生來講 氣色啊 或是營養度也很夠 好 穩定好你的身體以後 吸氣右手往前連伸 來到你耳朵旁邊 穩定身體以後 左腳往後拉長 眼睛的視線可以看著 下方的左手 讓左手有力量 我往上伸提起來的感覺 呼呼收緊 合心往上伸腳結構好 腳趾頭朝上你的地板 讓大腿勻先往腳部的方向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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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吸 吸 吸 穩定好好 調整你的呼吸 調整你呼吸的速度 可以控制的把你右手往下 左腳往下 雙手推向地板 推向後座 讓你稍微休息一下 調整自己的呼吸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只能感覺到 其實只能感覺到 你的肚子是用力的 然後你的大腿會痠 手只是輔助 你必須用你身體的其他肌肉 去讓你身體完成這一項運動 所以就是 你這邊是鬆的 手臂不能阻止 然後所有力氣都是 腹部要提起來 有時候你可以看鏡子 然後發現 S應該是一直線路 不是有對走 或是在這樣的情形 但是 如果是放鬆 就是是放鬆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那接下來到 第二動作 搬著雙腳膝蓋往兩側打開 腳掌碰腳掌 讓力量的腳掌的力量 往中間集中 穩定好 我們在下一個吸氣的時候 然後讓你的大腿離開你的地板 吸氣預備 吐氣走 一 下 二 下 三 下 四 最後一個 下 五 穩定好 讓大腿是離開地面的 力量是往上提 會感覺到你臀部下緣會有點緊緊的 訓練一下我們的臀部 三 二 一 有控制的放鬆往下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三趟 三趟 三趟完了以後 慢慢的左右搖晃一下你的下背 放鬆一下你的雙腳 放鬆一下你的臀部 跟下背的位置 好慢慢的雙手來到胸旁的兩側 再自吸氣 壓好在地板上肩膀轉 身體帶起臀部慢慢的往腳跟的方向做 好有控制的把臀部往後 做到腳跟的上方 讓身體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的同時也會放鬆一下你的臀部 剛剛訓練到的位置 當你身體準備好了以後 手推地板 再一次把身體帶起來 這個動作主要是訓練你的屁股 讓你的屁股可以很翹 如果女生想要有一個很漂亮的翹屁股的話 但記得就是千萬不要做錯 或是你的腿必須是往上拉的 或是往後拉的 那這樣子可能就 如果你沒有做確實的話 你可能運動到的地方就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家裡沒有鏡子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必須確定你的腳這樣合起來的時候 是往上拉的 往上拉 你感覺到你的大腿跟皮膚在拉緊的時候 那才是正確的 好讓下方的右腳往後彎曲 雙腳的膝蓋是對齊的 左腳的腳跟內側壓滿在你的地板上 穩定好才把你的左手插腰 先讓下方的右側腰的力量往上提 所以身體的重量不壓在你的右邊的肩膀上 當你身體準備好了 吸氣預備 吐氣 臀部往上提高 1 下來不控地板 2 下 3 下 最後 4 下 5 停留 穩定好你的身體以後 可以的人 才把你上方的手往上延伸 慢慢地把你眼睛的視線看到你上方的左手 呼吸 4 3 2 慢慢地把你的左手插腰有控制的 穩定的 把你的股膀往下放鬆 右手推向你的地板慢慢地把身體帶起來 左腳跨向你的右腳 然後把你股膀往下放鬆 這第二個動作呢 它是在訓練我們的側腰 它在練我們除了正中心的核心部分之外 還有你側腰的力量 所以呢剛剛就像Kate老師說的 你在運動的時候呢 你必須靠你的側腰的力量把身體帶起來 而不是靠你的手 或是腿 當然也是蠕足 但主要是鍊在你的腰側兩邊 它到時候腰策兩邊會有線條出來 所以這就是平常有時候在做核心的時候 你想要多練但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可以很好的一個這樣子的運動動作 來接下來我們就來第三樓